我覺得檢察官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選擇性的讓媒體知道一些事 譬如說我約談哪些人 我就在北檢重慶南路那邊 我就在北檢約給大家看 我不想讓你看到的時候 我可能在北檢的第四辦公室約談 我都不講話 你看朱雅虎第一次被約談 大家都沒帶到 朱雅虎到底什麼角色不知道 一直到高院跟財 那個柯文哲的羈押的時候 跟財被告朱雅虎 原來朱雅虎是被告 所以檢察官當然辦案的技巧上 我什麼讓你看到什麼不讓你看到 那大家都在質疑一些事情的時候 突然傳了十個 我們常說那是豪華正人群 就告訴你一件事 開玩笑他們這個人身家加起來 比台北市政府一年的總預算還高好不好 光嘉義 走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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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灣跟他比現金流贏過他的有幾個 對 比現金流 包括連企業界跟他比現金流都不一定會贏 他那個是以每天幾十億再算的 你曝光這一些做什麼 只是讓大家知道說 柯文哲其實有很多私底下收的錢都沒有報 第一個 所以他不會私底下不收錢的人 第二個 對照組告訴你所有的數字是金額不是時間 他們是說1500 我們改約時間了 為什麼沒見面我們改約時間 然後裡面就告訴你太多的事情 形成一個對照組 因為後面約談的人 就違反政治現金法頂多罰錢嘛 商業會計法也頂多罰錢嘛 那個都不是大罪嘛 為什麼大張旗鼓要給大家看 他形成一個USB裡面的一個對照組告訴你 數字是金額 然後很多方式是透過政治現金 他一直在傳達這個事情 然後反過來的時候就有趣了 那政治現金案辦到什麼程度 應該2022年 你現在看到的USB 不管傳訊的證人等等 你可以看到的幾乎都集中在2022年 2022 11E1500 小省1500省金 陳映柱的300萬 有人政治現金的黃珊珊等等 他都集中在2022年 那有沒有2023年 有沒有2021年 到底是檢察官查扣的USB有不講 還是外傳那一位到日本的人 擁有其他年份的USB 這麼說啦 因為現在這個整個戰火不斷的在燃燒嘛 今天的新聞 蔡碧如也中了嘛 但是他說他會提告 秦慧珠也中了嘛 秦慧珠 大家都中了嘛 橘子到底為什麼不回來 橘子為什麼不回來 如果他沒有事情 他應該是要回來 像那個 之前那個台北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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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長的 那個女生 一開始他不是說 為罪潛逃嗎 喔喔喔喔 少秀沛 對對少秀沛嘛 那橘子他現在完全沒有發表任何聲明 嗯 就是你記不記得 If哥我們上次聊到科案的時候 我們講了一句話嘛 就是 他可能沒有違法 但通通都不合理 OK 那現在橘子這件事情也很不合理 因為他是在警察 檢方真的不得已要收網的 前一天跑出去的 嗯 那很大的一部分可能第一 有人通風報信嘛 嗯 對 因為 因為 映小偉也想跑嘛 都在8月27號 對對對 然後那個那個 沈欣金還躲在樓梯間嘛 OK 然後橘子跑掉了嘛 橘子他會回來 他應該要回來嗎 他應該要回來吧 因為 如果一旦被釐清 他真的 有帶錢出去 嗯 如果一旦有 而且這個帶出去的錢是來自於 柯文哲 嗯 那會不會形成 不法所得一面的洗錢 嗯 我相信 你以說 呃 橘子他們家啊 橘子他們家啊 他們家不缺錢 好 家底豐厚啊 對對對 你想一下他那個 那個 成立那個信託 2009年成立 那是管他家產 是是是 那個要成立信託 管理他們家產 那 林申北路 有大樓的 管理家產啊 那 基本上 他會跟他的家人不聯絡嗎 他的家人不會找律師問嗎 一定都會 是 一定都會 那他們要去橫沽 回來與不回來 嗯 如果一旦不回來 改成被告被通緝 那二三十年永遠不用回來 是 法律最速級 還有一件事 中華民國政府是可以撤銷你的護照 嗯 如果你沒有第二本護照 一撤銷 那日本要把你遣送 不會啦 他這種人通常都好幾本護照 如果有好幾本 那就沒轍了 那個沒有第二本護照 是像我們這種人好不好 如果他沒有的話 那就很麻煩 如果有的話 那就繼續跑吧 但是 需不需要做到這個地步 需不需要做到這個地步 就算回來 可能有法律上的問題 那你把重要證物等等 全部都帶回來 其實 願意配合檢察官 是有可能減刑或緩刑啊 轉污點證人啊 對 所以你選擇性是什麼嘛 選擇性是什麼嘛 而且 大家家族上要不要考慮一下 他現在是財產法人 杜聰明獎學金基金會的董事 他是第十四屆董事 第十三屆是他媽媽 第十四屆換他做 我覺得家族在這個榮譽上面 經得起經不起 會不會有壓力 經得起不經不起 我所知道的是 除了他父母之外 他們周邊的經濟 也有試圖聯絡他 聯絡好像聯絡不上 這邊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杜聰明 他是台灣第一個醫學博士 在日治時期就拿到了醫學博士 然後他那時候也致力於 研究鴉片煙的階段 然後在年輕的時候 熱血奔騰的時候 他還試圖要刺殺過袁世凱 OK 然後這個杜聰明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被歷史所遺忘 家族有錢歸有錢 但是這個名字又被提起 其實是有關於高雄醫學院的 經營權的案子 高雄醫學院那個是他創辦的 對 所以杜聰明這三個字 又突然耀然指上 耀然指上是上次柯文哲說 那杜聰明講學金 比較後面一點的 就是大家在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幾乎忘了杜聰明這個名字 是因為高雄醫學院的 經營權院產的問題 所以大家又突然提到杜聰明這個名字 因為日治時期 大部分大家比較了解的醫生 大概都是蔣衛水 大概都是蔣衛水 但是杜聰明的貢獻其實 當然因為蔣衛水主要是在政治上 而且他死得著 所以也比較沒有東西可以檢驗他 那回到我們剛才講的這個科案 你不覺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嗎 柯文哲在做了 不是 羈押 我們要在做了 還要羈押 還要羈押 小孩都不回來 然後屈子也跑掉 小孩都不回來 這就一件事 這就一件事 其實 檢方私底下 是 尤坦誠就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 對橘子的角色 他們並沒有那麼大的進去 你去問很多 跑民眾黨的記者 對他也很陌生 是 是知道有這個人 很低調 對啊 很陌生 當你整個發動搜索裡面 包括USB 包括手機 包括什麼 你越來越覺得這個人 好像越來越重要 當然你看到的時候 我們說警方辦案 其實我不相信說 他們最近才知道 橘子這一號人物 一定 一開始疏忽 但你收到的東西 足以證實 這個人蠻重要的時候 他一直 每天一直安安靜靜 就看你 會不會以為沒事回來 你出去的時候 我來不及盡管 當我知道你重要的時候 我一定盡管 你從日本一買機票 那一個旅客名單一送進來 我就知道你要回來 做幾天幾分半季怎麼樣 我一定到機場等你 那我就看你安安靜靜 當覺得你一直不回來的時候 那我就開始聯絡你 聯絡完了以後 消息就出來了 我不相信是最近幾天 北檢才知道 徐志宇的角色 我絕對不相信 那今天最大的關鍵是 你今天被 柯文哲被羈押的過程當中 其實柯文哲認不認罪不重要 他一定從頭到尾都不認 不認並不代表 就不會起訴 並不代表就不會判刑 但是這條路太久了 我常舉一個 李肅德民國幾年被起訴的 到現在還在 2017年10月 現在2024年10月 他只完成了一審判決9年多 你說這個案子要多久 如果在沒有判決確定前 柯文哲總要出來吧 是 那出來以後怎麼處理呢 所以我覺得會不會延壓 我覺得看 北檢手頭上的證據裡面 可能突破還未突破的有哪些 你比如說 北檢有聯絡了徐志宇 如果他願意回來 什麼時候回來 什麼時候有突破 那如果是 願意回來 在兩個月積壓前回來 釐清了一些事情 證據夠了 跟你要在兩個月後 你才要回來 那中間裡面會有一些落差